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诈骗抢走60万元 凸显地下汇队不仅损害移工的权益 更成为国家金融一大漏洞 根据估计有移工走地下汇队的金额 一年超过500亿 再加上失联的移工 金额甚至上看上千亿 打炸小组成员立法委员郭国文 钟嘉宾林楚英及张红露 联合召开记者会 呼吁跨部会加强合作 扩大宣导 并建议拟拟人力仲介 代办业务 弱热条款等措施 才能有效防范地下汇队 保障移工权益 围堵地下汇队 立法员郭国文 钟嘉宾林楚英及张红露 大声疾呼 要求政府单位重视 移工走地下汇队 所产生的各项问题 根据劳动部的资料 到111年底 越南籍移工约25.6万人 其次是印尼籍移工 25.01万人 不过两国移工薪资 会回母国的差异 却达16亿美金 以目前汇率换算 移工采地下汇队的金额 一年超过500亿元 加上四年移工 更可能上看千亿元 不受监管的资金 也成为国内金融秩序的 一大漏洞 因此 立法院打炸小组成员 立法员郭国文 钟嘉宾 林楚英 及张红露 特别召开记者会 要求跨部会合作 并提出包括订定 落日条款 加强宣导 设置检举奖金 强化稽查 非法汇队资讯 及查器 失联移工等建议 希望有效防范 地下汇队 优先辅导人力仲介 业者遵循合法管道 沿拟人力仲介 代办业务的 落日条款 第二个是强化稽查 包括社会群平台 发布非法汇队资讯 以及科技大厂收钱 当面收钱的一个查器动作 移工被诈骗 或被卷入到 涉及诈骗的 这些非法汇队的水房 所以我们希望呢 劳法署呢 要加强 那么能够积极的提供 最好还能提供什么 这些移工 这个检举非法 会对的检举奖金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优因 希望让全国的民众 或是今天所有出席的官员 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台湾不能成为一个 合法掩护非法 这样的一个漏洞产生 但是却视而不见 不管是越市 印尼的小吃店 里面根本就是会对的中心 这个我相信 你们在查气也都知道 那如何把这个给 把这个门给关起 我觉得这个警政署跟移民署 其实你们可以 多尽一点力量 对立委强化地下汇队的诉求 出席的各部位代表 也做出回应 其中劳动部 劳动力发展署副署长就表示 会将检举奖金纳入研议 我们在仲介评鉴已经纳入了这样子的 必须提供给移工的正确的 那个汇队的管道这样子的一个 评鉴的项目 然后刚刚委员也建议的部分 就是说未来要不要有检举奖金 这个部分我们 劳动部会来研议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此外呢 我们可能也会跟金管会来 针对仲介公司 办理地下汇队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分的部分 如果刚刚讲的 如果目前是合法有管道 但是可能有非法 就是利用合法的这样子 去做非法的地下汇队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跟金管会来合作 加强来查处 郭国文表示 打扎小组会持续在各委员会 关注地下汇队议题 以避免持续冲击金融秩序 也进一步保障移工权益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这是稻疆商职广社科第47届毕业成果展 在台北地下街展出到4月3号 我们做的是春节 就是纳洗送春 然后因为我们是觉得 春节是最代表我们的一个节庆 就是最喜庆的日子 所以我们决定做这个 这个节庆 主要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红包袋 然后还有一些糖果盒 因为过年大家会一起吃吃零食嘛 然后我们还有米 纳洗米 因为台湾人都会吃米饭 然后我们就做一小包一小包的 刚刚好是那种一人一个份的量 另外广社科还有许多丰富人才 如在高中职电竞圈获奖无数的哈士奇校队 还有K-pop魅力四射的舞蹈表演 一展学生多元长才 因为我们其实 这一季我们要打ACS 然后其实原本实力还不错 就是因为一年级的学生比较偷懒一点 所以就导致三年级 有点心态有点受到影响 所以就实力有点下降 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在跟他们聊心态方面的事情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银花 我是一个实况主YouTuber跟插画家 那我在道江市担任那个电竞幕后老师 主要就是教学生一些可能影像的处理 或是社群的经营 像实况的啊 还有一些可能YouTube频道 或是影片要怎么制作等等 那这一次的这个展览 成果展他们准备了非常的久 像昨天我们就开始在布置的时候 同学们都是非常努力 像一些贴那个海报啊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 他们是用了大概一整年时间去筹备这个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来支持一下 那成立的宗旨是我们会以K-POP的MV5为主题 然后去发扬这方面的舞风跟表演感 然后为了这一次的表演呢 我们其实有七个学生来上台表演 那比较大的瓶颈可能会是 因为我们一周 我带他们的次数可能一周就一次 然后如果人没有到齐的话 队形走位上面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就是比较难安排 那让我很欣慰的是 其实学生们都很认真 然后他们学的速度也非常快 然后有长大要改进的地方 他们也是就是隔天或者是甚至15分钟后 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进步 因为K-POP讲求的是表情与动作上的整齐 那因为我们在把舞学完之后 学完之后每个人的身体 每个人身体形状与身高体重的不一样 所以造成形状上的不同 那因为表演上画面的缘故啊 我们必须把画面做到一模一样 甚至跟MV上一模一样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那让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 在教导完同学怎么样练习的方法之后 同学们慢慢都可以自主练习 其实可以在老师不在的情况下 然后慢慢地把心里面 心目中想要的画面 想要的效果慢慢呈现出来 那接下来就可以呈现在各式各样的表演上 这是我比较欣慰的部分 广设科分为设计组 表演设计组 电竞组 让学生们能适性发展 多方面学习 毕业成果发表会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我们今年是用节庆到福江志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年节的表现 我们也把三年的所学都能够呈现出来 像我们也有七夕的确信有你 还有中元节的春节的端午节的等等 这样的一些节庆我们把它展现出来 那我们这次的第一名是确信有你 也就是七夕 那真的是在色彩的呈现 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那当然我们本届的毕业生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优秀 因为我们到江山子的广告设计科 有分为三组 一组是我们的就是表演设计组 还有电竞组 还有广告设计组 我们电竞组荣获了全国的前四强 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电竞组也参加了亚洲杯 荣获了在亚洲杯里面得到了亚军 实在让我们也觉得为他们感到骄傲跟光荣 我们今天毕业展做得非常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电竞占了一半以上 设计占了一些 设计占了一部分人 但是电竞人 刚刚各位贵宾有看到 他们上台都不讲话这样 他们比较不爱讲 所以他们有些人都不爱表达 但是呢 我说这要做什么主题才能够把他们表现出来 他们比较能理解的那就是节庆 因为他们虽然每天都在家里面比赛 但是他们知道一年四季有哪些节日 可以吃什么东西啊做什么事情啊 我想说这最简单的全部给他们做 没有想到他们做得很好 其实像有一组是中原一叠的 我说做这干什么啊 这个不好吧 结果他们做出来非常的温馨 这组是电竞占做的 我必须强调 另外呢还有一个过年的那组 也做的是叫圆满是不是 也做得喜气洋洋 那还有一块一种就是做情人敌人的 喜怯的嘛 那组做的第一名 第一名 做得非常成熟 而且呢做得非常的精进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道 在永康街有一间刺绣文创品牌 由香港的插画家刘欣创办 以设计适合送礼 又能随身攜带的文创小物为初衷 一画一线创造无限 以国外旅客的角度挖掘台湾特色 老板刘欣本身是香港人 但他设计出大众旅客 对台湾有所共鸣的图腾 渐渐将稳创与在地结合 将台湾文化延伸出无限可能 其实我就算是用我自己的角度 一个就是也是旅客的角度去看台湾 然后就是设计出来的东西 其他旅客还蛮有共鸣的 然后慢慢就是我认识台湾比较多了 然后我就开始设计一些台湾图腾有关的 就比如说上我的耳环 就其实是从台湾的地砖花砖去演变出来 那我也有做一些跟就海棠花玻璃啊 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中 就是一些台湾老吴穿花之类的 就是慢慢从真的最本身认识台湾珍珠奶茶 然后到南白陀大同典国 然后再演变到我发现台湾的不一样的点 然后去变成我的商品 不仅台湾文化还有世界经典名画 也缩小成可爱的刺绣品 成为传统又时尚的单品 全店拥有800款流星自己设计的图样 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 化为刺绣品呈现 他也让大家参与设计 客制化是他创品牌的核心概念 我们这间店就是主打是客制化 我希望因为出去我自己也很爱逛选品店 但我觉得蛮多东西其实都一是一样的 有可能那个东西是我喜欢的商品 但是没有我喜欢的图案 所以我们这间店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现在大概有800款 就我自己设计的图案 然后也有很多我设计不同版型的商品 然后让客人可以现场来到客制化 我希望客人会来到就是觉得 设计不只是设计师的一个创作 他都可以参与在其中 然后他也有就是可能他要送礼的 他也有为他朋友去想过 那什么东西适合我朋友 什么图案是代表到我的朋友 然后我们这是有特意设计的一个包装 然后这个包装的话它其实看起来是一本书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品牌我希望客人收到我们的商品 或是来到我们的店或认识我们的品牌 都像打开一本书一样 然后我们这本书打开 就是你可以放上你为朋友去选的商品 然后里面就也有一个留言 就是向流星使愿的礼物来罗 那就是那个就是我 就是礼物都是我为大家准备的 然后这个打开也有一个少少的我这样子 在里面 然后这边拉开 都有很多不同的图案 然后大家来到就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一些图案啊 就是自己搭配 然后送礼或者是 就送制纸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像之前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多一些防疫上官的商品 那你就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图案 然后我们店员就可以现场 帮你客制化 然后现在就是解封了嘛 就比较多客人会挑这个护照套 对我们也有问一些客人 你是要准备出国了吗 客人就说没有啊 就觉得要准备起来 命令就出国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今年送圣诞礼物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商品 然后就是可以来到挑 就是为你的朋友去挑一个适合他的图案 跟适合他的商品 然后送他 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开心 这边比较特色就是我们现场有刺绣机 那除了你跟他挑客制化礼物给你的朋友以外啊 你还可以就是现场 这个名字可以现场手写 或者是你可以签名 那你可以亲手写他的名字啊 或者是一些留言给他 然后我们都可以帮你秀到商品上面 然后就是送他 又更独一无二 专属那个朋友的感觉 刘欣来台湾环岛旅行 因为很喜欢本岛文化 萌生留在这的想法 因缘机会认识在地业者一同合作 将自己的手艺结合发想 才成立了原创刺绣品牌 我大概是六年前 然后那时候是刚毕业 小时候就是很喜欢 喜欢台湾的文化 就是很文青的商品 跟一些市集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我毕业之后 我就来台湾旅行 然后就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 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了一个 青年旅馆的老板 然后他就是邀请我再回来台湾 然后就是后来 过了那个暑假之后 那我就一个人来台湾环岛三个月 然后就是当中的话 我就一直住在青年旅馆 所以就是认识 就是在台湾不同的地方 都有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就是觉得很喜欢这个文化 很想留在这边 然后就刚好那时候 回到最初认识的那一对夫妻 他就要开新的点面 然后在北门 然后他们就很喜欢 也是很喜欢 就那种很文创商店 然后他就邀请我 就跟他一起合作 那时候我就 留在就是北门那边 开了我的第一间店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 在青年旅馆楼下的一间扫店 所以都会很多背包客 然后我就观察到 我想觉得这样不行 我一定要有一个元素 是有特色的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没有人做刺绣 因为我自己也很爱 买一些刺绣的东西 我都想这个 就是一般做被张 或者是秀到衣服上面 这个东西能不能成为我 一个新的品牌的一个主要元素 然后去延伸不同的商品 然后就是慢慢开发成就像今天 那么多不同图案 不同类型的刺绣商品 这间店从设计到家具组装 装潢理念 个性化商品 都是流星一手包办 他形容这间店是活的 一直在更新 让消费者每次来都能感受 不一样的氛围 然后这次改造就刚好就是 让我真的是重新生意 我一个人从环岛的时候 然后后续开店 然后慢慢怎么一步一步 就是可能我们会去摆不同的展览 然后就是不同的合作快展 然后可能会出国参展 这样 就是一步一步都是 见证我们的一个 就是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 就是做故事的方式 来跟客人去 就是让客人去知道 我们创作的故事 民众可以透过这些小小的刺绣品 连结生活周遭令你有感的事物 进而将文创艺术融入生活中 就像流星将自身家乡 香港的特有文化也化为图样 传递给大众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这个 香港有不同的图案做出来 也会就是一样不认识香港的一些朋友 会从透过这一个图案 想要去更了解到香港的 就是各种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特色 我们最刚开始就是希望这个刺绣 最少找的图案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图案 都会代表每一个人 我看到一个图案 比如说我很爱喝拿铁 所以我的朋友看到拿铁都会想到流星 就是我想就是很多不同的图案 然后你都可以就是联赏到你的朋友 就是成为你跟你朋友之间的联系 对如果你朋友可能带着你送的东西 就我现在还蛮遇到蛮多客人 他会跟我说 我是三年前跟你买桌 他都还就是憋在包包上 那就是无形中成为了我跟他的一个联系 每个图案都可能代表着 每个人的个性形象 透过这样的连结 大家互相认识彼此 也将流星的刺绣 永远留在别人心中 一般人对毛线的影像 大多是织成衣帽穿戴在身上 纤维艺术家陈雅琪 陈雅筑姐妹 却将毛线转化成装置艺术 创作出高达近三米的城隍庙 还有大型的灯饰 甚至还结合了AI智慧 让设计图更接近实际成品 姐妹俩开设工作室 推展编织艺术 贴近民众的生活 也期望把宏大的世界观 转化为编织艺术 高达两米二的城隍庙 从贡桌商炉到城隍老爷 与庙体建筑 全都是用毛线编织而成 在台北沙海城隍文化节 公开亮相 可爱的模样 立刻成为全场焦点 那时候刚好有一个艺术家 在那个凯旋门 法谷凯旋门 他用纤维把整凯旋门包起来 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讲说 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 把小孩城隍庙包起来 然后小小跟我说 这可能有点难 因为毕竟小孩城隍庙蛮大的 我那时候的尺寸其实是一个 140几公分的到180的男生 都可以走进去的状态 所以那个做起来的场面就很巨大 把我们整个四楼都占满了 然后做完之后我就有一种 蛮有趣的 我又成功做完了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也有点迷信 我们还有就是把设计服术画完之后 我们两个还一起去保卫说 看到你喜不喜欢满不满意 很怕冒犯对方 然后很怕冒犯就是 城隍野战 而且我们连就占两尺寸 因为尺寸表上面不是都有急吗 或什么 我们那个尺寸都还是 跌在那个尺寸表上面的急 才敢把那个尺寸定下来 然后自从那一次之后 呃我们就真的也是 陆陆续续接到其他案子 像台中科部馆的恐龙毛衣啊 等等之类的 也是整理资料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们2022做了这么多事情 说起将毛线变成大型艺术创作的契机 是与艺人小S合作 打造MV拍摄场景 姐姐陈雅琪学的是服装造型设计 妹妹陈雅筑则是学纤维艺术创作 专攻各自领域的两人 却在毛线艺术中交之所长 因为其实台湾很多大家都是对于毛线的认知 就是穿戴型的东西比较多 但其实国外有很多呢 纤维艺术我们称它为软雕塑 那它有发展出很多的分支 像我们知道的羊棒 就是编织涂鸦啦 或是大型的纤维艺术创作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会觉得说很可惜 台湾大家都还只是把它局限于在穿戴的东西上面 其实它有很大的发挥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藉由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作品 让大家可以更知道纤维艺术创作这件事情 压力蛮大的 因为结果大学二年级就开始接案 所以就会觉得还好还好 就是已经有经历过 可是是做造型的部分 但这次的角色比较像是 跟它合作艺术家兼美术的感觉 那一场MV的《其他美术》 它走进来说 哇塞你们做的东西真的很酷耶 其他美术也很难做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想说太好了 得到资深美术的任何 我们应该可以弄完先睡一下了 要将2D的毛线转化成各种3D造型 靠的是不断累积编织经验 才能将设计图样如实完成 而姐妹俩还运用AI算图 让设计图更贴近毛线的质感 用毛线做出来最难的地方是 你要完成到60%才知道说 啊这个体系到底做的对不对 或是这个颜色或是 支出来的质感到底对不对这样 然后就会发现 欸完蛋了不对的话 其实你要重拆 你几乎都要重做这样 那其实这是最难的部分 然后有一次我就跟妹妹讲说 那我们要不要用明觉的算图看看 算出一个我们觉得可以使用可以执行的样子 然后我们来尝试用这种方法把它当工具 编织的图很难画的原因 是因为它还有质感的问题 那如果你只是换一个像素描 或是随彩样的图案给客户去看 其实大家大部分人是没办法去认知的 他会觉得跟你成品就是相差比较大 那所以我们用了这样子的图示之后 他们就可以更认知说 哦原来材质感是什么 就会有带入材质感 然后也帮了我们很多门 但虽然它也帮我们呈现图案 怎么去让客户更好的沟通 就变成是我们出图啊 跟客户讨论设计会比较快 但另外一个也面倒的问题就是 图出来我们能不能执行的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的考验 像我以前是做儿童美术的 是做儿童美术的产品开发 是做黏土设计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它跟黏土很像 它就是圆橢圆 长橢圆的概念去发展 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说 那圆形应该是怎么织出来 然后如果我要橢圆形 我应该怎么织出来 那我今天要做一个骰子的话 我有什么样的织法 我就可以去分析它 然后去看也有些人 他已经完成织成骰子的样子 那就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对于设计图的 见解的制作方式 然后我就会去研究 然后研究完之后再改良成 自己觉得最好看的模式 就是A加B加C站 然后把东西完成出来 双胞胎姐妹在工作上 看似合作无间 但也由于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 增加两人争吵的机会 意见相左更是家常便饭 我很常吵架 我们每天都在吵架 我们就每天都在吵架 我们工作室的那个剪刀都 力气都收起来 就怕我们相杀彼此 所以发生命案 我们小助理都说 好了你们一天不吵的话 都很奇怪 大到就是工作室的案子怎么完成它 这种哇时间紧迫 然后时间安排怎么完成 小到今天垃圾谁丢 都可以吵架 都可以吵架 有些时候其实是 蛮感谢说 姐姐那边对于事情的 看东西的角度 是我没有思考过的 然后最后让成品 变得更完整一点点 然后也很谢谢姐姐那边的人脉 我一直说 姐姐人脉的红蜜的一个妹妹 我就是一个专心在这里 封环织东西的一个人 然后姐姐就出去 接案子搜索 草归草 两人对于未来 还是有着共同的蓝图 希望之后能够 每年都开不同形式的店 让编织艺术贴近民众生活 也将宏大的世界观 转化成编织艺术 教科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是希望 这些艺术品 对于 在台湾其实很少见 可是其实在国外 其实蛮常见的 是所有艺术家都会开艺术工坊 然后甚至他们会 贩卖他的艺术周边 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国外的熏陶 就是从小熏陶 艺术对他们来讲 是很贴近生活的 我们会开始就是教学 妹妹会开始准备教学 跟做那个 我们会开始生产商品 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 更贴近艺术这件事情 你真的实际去做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很多的东西 他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你在这个体验当中 其实你就是在做一个艺术呈现 你自己也是一个艺术家 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店 或是有很多就是小店的文化 是很有趣的 那又可以把这个东西 变成真织化的时候 它可以带入更多台湾的元素进去 那 我们就会开始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做我们的艺术行为 其实因为我们是想要把这个 艺术形式变成是一个世界观 我们就是把它导入说 我们可能 maybe 再来 我们会有一个 对于编织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它会是一个 比较宏大的世界观式 它可能是你所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变成纤维化 我们把纤维变 把平常可以索取到的东西 都变成纤维化之后 我们带入一个 比较有生命力的角色进去 然后让别人 对于编织有更多的想法 对于姐妹俩来说 白手编织的过程 可以放空 也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而从零到勇完成一件作品 就是建立自信 创造成就感的完整体验 也是编织艺术最大的魅力 记者尹品艺 林锡慧 台北报导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式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民进党开放党内立委初选登进 台北市议员许淑华登记参选第七选区 南松山新议区的立委 将与市议员洪建毅竞争 许淑华表示两人各有优势 深耕的方式不同交由选民来决定 身穿代表喜气的红色外套 市议员许淑华二十一号上午 来到民进党台北市党部 进行登记在党部主委 张茂南陪同下接受媒体联访 对于同样有意参选的市议员洪建毅 许淑华表示自己不会像 其他政党一样内斗 任何人要选他都予以尊重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样 都是当的第五届的议员 那其实他的生根跟我的生根方式 是比较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我大概比较多的时间 是花在像年轻人的 像我现在也是扮演一些松性导游的角色 花在年轻人的一个宣传 甚至像现在很多年轻父母亲 他们养不起小孩 这些相关的议题 幼教的议题 青年政策的议期 还有现在都跟要怎么样去推动的这些相关的议题 我想这个部分我琢磨的还蛮多的 还有一个就是动保议题 因为其实台北市好像养动物的 养宠物的比养小孩还多了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所以也不管很多的公共议题的部分 我其实都蛮努力去推动的 那其实洪建议议员他也是 在基层也非常的努力 但是他的经营基层的方式 跟我就比较不太一样 那我关注的议题 跟他关注议题也比较不太一样 那我相信我们两个各自有各自的实力跟能力 那就是真的要看民众怎么样去选择 看谁比较适合当立法委员 这样子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在人民对我们的认知 那我认为说其实 不管我们党内怎么选 我们党内就是公平竞争 不管怎么选 我还是期待 任何一方如果初选通过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都要全力支持初选的候选人 被问到有无违反民进党的诚信条款 许淑华表示自己虽然是议员 但没有离开这个选区 继续选立委也没有落跑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在基层生根的话 如果要选立法委员 要竞选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没有在地方 好好的跟民众有一些互动的话 你光是你的知名度很高 也不见得选得上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提名的时候 有去稍微去地方去了解 也跟所有的党部的主委都有沟通过 那我们也知道选举没有那么容易 要一票一票投出来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排除条款 两个排除条款 一个就是监困选区的部分 就是直接征召 那征召不是说我直接点名你而已 而是我们内部也会做一些民调 看哪一个候选人比较适合 又不是我们没有本党的立法委员在的话 那就是排除这个所谓的议员不能参选这件事情 像我的部分 我在这个选区 虽然我是议员 但是我没有离开这个选区 我还是在这个选区 我再继续选立法委员 所以我没有离开过 也没有绕跑的问题 那最重要的是我要把服务升格 就从议员地方基层服务升格到中央层级 有很多的市政其实是中央跟地方要一起去努力的 面对国民党可能的对手 现任立委费鸿泰 与台北市议员徐巧鑫 许淑花表示 自己的原则就是兵来降党水来土淹 其实他们两个有各有各的优点 那我的只有一个原则就是 兵来降党水来土淹 我认为说只要我们好好的在基层 我其实知道说基层要的是什么 我展现我自己 我做出来的事情 跟我所推出来的政策 我相信民众是会有感的 那至于这两个都是可敬对手 然后呢 他们其实 他们有各有各的优点跟缺点 那在我的立场上呢 我任何人 我只跟我自己选 我希望我这次的选票 能高过我上次2020所得到的一个选票 那我希望呢 这次能让选民真的看到 我真的愿意帮他们做事 许淑花表示 面对任何对手 都以平常心看待 因为自己在松信区 持续生根17年 相信选民都有看见他的努力 也希望选民看见 愿意帮他们做事的明代 记者林奇会台北报导 另外 立委何志伟 面对同党议员王世坚的挑战 何志伟展现气势 在32位士林大同区里长的陪同下 进行初选登记 高喊士林大同坚定支持何志伟 士林大同 何志伟 坚定支持何志伟 在32位士林大同区里长陪同下 立委何志伟 21号上午 来到民进党市党部领表登记 展现东源基层的实力 何志伟表示 士林大同就是自己的家 感谢里长们的全力相挺 我今天在这边 再一次警用深深的一鞠躬 感谢我们所有的里长到现场 我们过半数的里长 来到现场相挺 其实志伟 刚刚讲话有点哽咽 一点点 真感谢 因为我们有几位里长 原本今天他是需要 跟家人 因为家里面也有人生病 他原本是不能来的 那特别为了志伟 还专程跑一趟 我想这些是点点滴滴 在心里面我都是感谢 所以志伟 在我的公职的角色 还有我所有的时间跟精力 我一定会做到极致 那也谢谢大家 志伟在这个公督盟 还有口袋的 这个优秀评鉴的时候 拿到双认证 同时双认证的优秀立委 希望严谨做 打拼做 我要做的明代 不仅仅是点出问题 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 让台湾在公共服务 在国际社会上面 有另外一个升华 可以帮台湾交朋友 面对同党议员王世坚挑战 是否会搬出诚信条款 何志伟表示 尊重王世坚个人生涯选择 他的个人的这个生涯的选择呢 我想我不能替他发言 但是我觉得 我都尊重 尊重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 我们在任何的岗位 都可以为台湾做事 在任何的岗位 只要坚守自己的立场 跟想法 还有信念 信仰 我觉得为台湾做事情的方法 有很多 2018年 那一届 因为那时候我是市议员最高票 那我回了学校一阵子 我在学资讯管理 我正在攻读那个博士班 所以我认为 学业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那那个时候 就被征召嘛 那征召出来参选 所以我还是认为 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跟道理 那这个是对我自己讲的 那这个我也期待 我自己要这样子好好的走 政治这一条路 何志伟表示 但是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做对的事情 就会得到支持 有时候 里长 他还有议员 还有这个立委 其实我们在选区 有时候 做对的事情 那就会得到支持 那所以我觉得 说几位几位 这个有时候很难直接的回答 但是我很感谢的是 有一些所谓比较偏蓝的里长 他们也会跟我沟通 那我们彼此的倾听 彼此的了解 那我觉得 除了党派之外 其实还有是非 除了党派之外 我们心中都有中华民国 都有强大的台湾元素在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一起的 那其实在家里面 还会分蓝绿吗 有时候不会 何志伟说 自己除了是选区的立委 也是台湾的立委 只要台湾人有任何诉求想法 他都会做 但请走基层是必要的 感谢选民给予机会 每一票都是与选民的契约 他不会忘记自己的承诺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导 那我们今天理想的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 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您来关心 立委蔡世英宣布不竞选連任后 民进党金融市立委 提名初选 群雄并起 包括了党团总招 郑文庭 市议员张炳钧 及张之豪 都在3月24号 最后一天完成登记 三个人都强调有信心 能赢得2024年选战 如果4月18前协调不成 将举办初选 民进党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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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进党去立委 初选登记最后一天 金融市议员张志豪 张炳钧 及民进党金融市议会 党团总招 郑文庭 分别完成登记 并缴交保证金 在立法人蔡世英宣布 不竞选連任后 三人都表达了 当仁不让的决心 希望接棒 蔡世英在立委任内的良好表现 为民进党守住 台湾头的这一席立委 蔡世英委员 现在宣布不继续参选之后 我们也希望说 基隆市能够继续有优质的 立法委员能够在中央 为基隆继续 看顾基隆的预算 为基隆争取必要的建设 像现在基隆市的捷运 这是下一个阶段最重要的 中央级的建设 我自己觉得说 对市政有足够的了解 同时对中央级的政治的议题 还有国际相关的领域 其实我也都有一些涉猎 那我也希望说 能够好好的为基隆市 供奉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为我们基隆 让我们基隆能够更好 在秉均担任司令人的期间 其实我跟蔡世英立委 我们两个共同为我们中山区 不管是争取了 我们1813D的快捷公车 150B 150C的泰勒客运 同时我们也有一起争取的 比如说我们协和文化亲子公园 海星平坦的修缮 还有很多路段的电线杆地下化 那市英委员对我来讲 亦师亦友 那他这么优质的表现 更是深深打动我的心 所以当市英委员 决定不再参选的时候 我也决定承担这个责任 效保我们蔡世英委员的精神 继续当个最优质的民意代表 来为我们基隆市民服务跟打拼 这一次是一个艰困的一个选战 2024对民进党以及对台湾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管是国内国外 各个国际情势 那基隆的进步不能停顿 基隆捷运必须在国会有人来看顾 还有基隆的进步也不能够辞职不前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时候 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不只是要为基隆而努力 也要为台湾守护住 这最重要的一个港口的一个立委 立挺这问题参选 并陪同完成登记的立法院 林楚英表示 与蔡世英在立法院是合作无间的好同事 因此希望基隆市能透过民主方式 推出最强帮 搭配赖清德主席 在2024打赢总统和立委选战 像大家说的 我们都是蔡世英的团队 我们都是林又昌的团队 我们更是赖清德主席 底下的挺台湾 我们要一起挺台湾 基隆这一席 民进党一定会派出最优质的候选人 我们基隆是属于台湾的领头羊 基隆这一席绝对一定要把他守住 由于有三人登记参加党内初选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表示 会将登记结果承报党中央 并在4月18号前进行党内协调 协调不成的话再举办初选民调 今天截止之后 那我们大概会承送给中央 中央党部 那会立即找所就开始来协调 那么协调不成之后 大概就在4月18号为协调的截止日 那么截止之后 那如果没有协调成功的话 那么就要办理初选 那民调初选 连两届或公都盟 评鉴为最优秀立委的蔡世英不竞选连任 对民进党基隆市立委选情 虽然造成冲击 不过是党部主委苏仁和认为 这几位参加党内初选的候选人 年轻专业干劲十足 他有信心能推出最强人选 赢得2024的立委选举 2024一定要赢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谢国良 跟知名艺人许孝顺 NONO相见欢 市长特别邀请许孝顺 担任文化观光咨询委员会的主委 希望深耕基隆的观光软实力 让游客来过还想再来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基隆知名艺人 许孝顺相见欢 用一个热情的拥抱作为开场 共同与会的还有出身瑞芳的艺人NONO等贵宾 跟基隆市政府官销处长郭继 文化局长江廷梅共同讨论 借近日本等国际成功经验 来发展基隆的文化观光 这个文化历史观光咨询委员会 我们会好好的开会 做出结论 来深化我们基隆的观光内容 谢谢 基隆加油 加油 这我们说基隆要落药 药里面还有药这个音 我们基隆落药好不好 好 那我们在地的我们有更多文化 它是根深蒂固让大家更了解 这是我们想做的 对 我们就研发一些顺口流 让基隆的产品推广出去 是 麻吃麻不行 食吃不淋麻 有能来基隆廟口吃 紅燒麻 对 对 今天真好天 来基隆廟口吃肉 真的不错 就很棒 对啊 干脆变成我们的前世手 对啊 上我们的公车看板 对啊 这个顺哥跟nono哥 来参与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光 咨询委员会 我们是希望要有具体的共识 然后能够对我们的观光跟未来商业的发展 能够有一些具体实际我们要落实的地方 所以文化历史方面感谢顺哥给我们方向 那我们毕竟是一个政府机构 我们会想办法来落实执行 目的是为了要增加大家对基隆的认识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炮台啊 过去的历史啊 甚至也提到了 透过了这些过去基隆对于战争的回忆 也提醒大家和平的可贵 所以非常感谢顺哥nono哥跟我们的教授 我们的学者大家都一起来讨论 那我们会把这些好的顺哥给我们的建议 落实在我们具体可以观光的商业内容上面 其实以前全台湾最时尚是基隆 对 你要穿最好的柏来瓶的衣服 一定要来基隆买的 对对对 我记得我想说 威脱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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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精品的 对对对 威脱航 其实我们可以在港边办一个那个时尚周 有没有 大家走一走 对啊 是 真的 那个也不说那个感觉会很 会很国际很大很大气 然后呢 其实其他县市也用港口来做一个 跟年轻人结合的这个演唱会的主题 他们说 高雄有大船在港 但是呢 他们的大船是在旁边 我们大船是真的是 直接对 就开到我们的大舞台那边 对 然后呢可能演唱人就在船上面唱 是 那个ROCK 其实可以慢慢来发想 对 真的 这是一个可以跟年轻人做最好的结合 我觉得我们的行销要全面性 那有根基的一个历史的文物 然后这些背景 然后我们有现代的一些思维商模 然后呢跟所有大人小孩到基隆来 年轻人最喜欢 没来基隆都不够时尚了 那我以前在电视上 也是玉玲隆讲过一句话 我说 基隆人走路好走好山 是 是 基隆人做风太穿车说是 是 基隆人风好都不怕 是 大家向前走 是 其实我们是比较不怕 真的 真的 现在年轻人我们让他知道 其实以前基隆有很多这个文化 或是一些传统 或是一些 益政民俗的一些 大家可以欣赏 可以看的东西 那我们在不管是把它重现 还是再用新的方式 然后展现在 所有的全台湾的人民 在这个面前这样子 因为基隆有 其实有很多这个文化祭 比如说我们有老英姐 有这个基隆中原祭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可以发挥 让大家共同参与 来基隆就是不是只有在庙口吃一吃 我们希望可以把人留下来 然后把文化推广出去 这样子 许孝顺强调 越在地就是要越国际 唤醒大家分享在地的优势 基隆拥有迷人的雨景 国际港口 庙口夜市 从美食味蕾 声音记忆到港口的视觉 大家一起努力 让国际看到基隆的印象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来自法国顶级游轮 庞若游轮日历后 首度来台 能搭载200多人 船身效适合穿梭在冰川探线 以往都是走南北极的行程 这一回以基隆港为母港 启航日本 市长谢国良出席 欢迎一世 法国庞若游轮日历号 首度来台 将基隆港作为母港 24日起航前往日本 展开11天深度跳岛行 高档内装 宛如海上五星饭店 餐厅还找来米其林三星主厨 更打破油轮越大越奢华迷思 载客数只有264人 主打高端行程 11天就要价26万元 正好是我们结婚40周年 所以我们把这次当成爱之船的音乐 因为她叫我们穿假脚偷 因为我们去南极穿的都是雨鞋 你知道吗 而且到那边是很紧张的 那个浪来她就要给她跳过去 我的前身是 可是这边她是 但我看来怎么假假脱 我们就觉得很轻松 这个可能比照 可是其实是很安全 有别于其他的游轮 业者锁定金字塔顶端客群 船只更配备特殊的稳定系统 适合穿梭在岛屿河边穿之间 船上更有探险队员 带领游客前进那一抵达的无人岛 1 Go OK 好 耶 非常开心 我们的日历号在台湾 真的要进行首航的记者会 非常的圆满成功 密集的看到有游轮能够造榜基隆 然后促进基隆的观光 但如同游轮在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各项的准备 所以我们城市行销处郭处长 最近近日也都密集的 跟我们港务局 跟我们游轮的业者 大家一起来讨论 如何能够让地方的经济 因为游轮而更活络 那当然我一直提到 就是我们自己要逐步 更积极的做好这些准备 让旅客下了船 在视野 一看就有好玩 好吃 可以观光旅游逛街的地方 那这个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我知道今年我会讲这个 很多次 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些内容 创造出来 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今天很开心 来到这边 那希望这个更多的旅客 更多的游轮能够到基隆来 也驻这一艘旁游轮 都能够这个游客不断 希望在船上的旅客 都开心 幸福又快乐 疫情趋缓 游轮市场产生了变化 今年来台的游轮数 渴望达到350艘次 旁游轮是法国欧洲非常知名的 这个探索型游轮的知名的品牌 那这次能够选择台湾基隆港 作为首航的这个母港 表示他对台湾这个游轮市场的重视 那这一次旁游轮的这个母港的操作 会吸引到全世界来自其他国家 80多位的旅客 以Fly Cruise的方式来到我们基隆 那加上我们台湾本地100多位的旅客 将近有200多位的旅客 能够将进行这个到日本 进行11天的这个深度的岛屿的旅游 整个游轮靠泊的形态 重新去洗台整理 那所以今年基隆港 过去基隆港是以母港为主 那是今年呢 比较特别的是到访的游轮 40个航次比母港的航次 30个航次还要多 这是过去少见的 那我们这边可以讲说 目前到港的 挂靠港的一个行为 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 那母港这一部分呢 我们去年到欧洲去去拜访 庞洛邮轮去拜访MSC 去拜访其他游轮公司去招揽 那目前呢 航次会慢慢的再继续增加 除了说我们所知道它的探索行 可以去拜访一些秘境小岛 最主要也是庞洛邮轮自己本身 它就是一个奢华的代名词 所有你只要一登船开始 你所体验的所有的东西 都跟一些大型游轮是非常有种不同 那至于说未来来讲的话呢 因为庞洛邮轮也好 或者相对的一些比较奢华 黄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重可除两年以下俗行和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